在这个充满科技和奇幻的世界里 有一位神秘的大人物突然降临于此 他正是大家所熟知的赛罗奥特曼 而且还是黑化后的赛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画街上回说到被囚禁十年之久的贝利亚大人 从时空裂缝中苏醒了 而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摧毁现在的地球 和消灭所有的奥特曼 在十年的沉淀下贝勒黑的黑暗之力量越发强大 只见他召唤出众多超远古怪兽 朝着现代城市发起进攻 而赶来支援的左飞队长却败在了杰盾手上 另一边泽塔在师父赛罗的掩护下才驾驶着时光机逃离 在数天的逃亡下泽塔终于驾驶着时光机 赶到了未来的M78光之国 在降落时还一个不小心砸到了正在练功的太子爷 在左飞大大的寻味下 泽塔如同看到救星般向奥特兄弟们讲述着自己的遭遇 在得知贝利亚复活后 奥特兄弟立马打电话叫来了他们的上级领导奥特之父 可就在奥父商量着如何救援时一股强大的气息出现在了此地 众奥抬头一看立马集体朝空中飞去 而散发出强大气息的人正是由贝利亚复体的黑暗赛罗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奥特兄弟们又将如何面对呢 让我们下期拭目以待吧 好了本期的精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来下方评论区留言哦 喜欢的话点赞转发一下呗 咱们下期拜拜